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徐少华 律政司说的夺字很暴力的 那我们夺加上命 不然更暴力 随时可以抓 但是说暴力 你够这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 就是被大白杖的工程超支 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 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 那现在究竟谁夺哪个命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 夺命拉松 冲夺香港 城寨在香港长大 我们主持人尤利亚哥雷 请来赵教授和Cherry 跟我们讲一下 刚才我们看一张真菌的图 让大家先认识一下什么叫真菌 我们未必是个市民认识的 一个就是T2那棵树上 政府说它在根道里生了真菌 大家要明白这两棵都是行道树 马路旁边積了很多层 没有人掃 因为人们通常掃到垃圾 就掃到花圃那里 所以在那个树根位 那个墙位是很多的 所以现在摘出来这两棵树 大家看起来 这些是简单点吃垃圾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有些死根 或者死了的陈胎 都可以在那里生活生出来 而且是一年生 所以这个是枯了的 后面绿色的位置 其实代表一些霉菌 已经将死了的菇 正在吃它 所以你看到这些菇 它是没有能力 它会把那个根弄烂它 或者吃它 吃得很深 它只是黏在上面 因为植物的表皮是死皮 它都会吃的 拿了营养之后 吃吃吃吃吃吃 它又没有能力 吃到进去里面 接着它就死了 所以看到这些这样的真菌 政府其实 是早几年出了一本指引 教树艺丝 教普洱大众市民 已经在树上找到一个真菌 所以我很奇怪 在这份表上 你说它找到真菌 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真菌 接着就断定 哎呀 那树的支撑不稳定 你看生了真菌 这些便很误导市民 所以我们说 我们希望相信政府 政府应该给出一个专业 而给一个正确的知识 给大家 而不是更加濫地 是胡乱引导 比如说市民或者一些议员 听下去 哎呀 你的表说这两棵很高危的树 那谁人都会说 高危啊 那为了市民的安全 当然是斩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是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 可以再说多一点 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是什么环境 这是什么环境 这个其实就是 后是搬到鹹道 斩了这两棵树 再过去也是港大的校园 但是你看到这棵树 其实你看到红色带 红色带 红色带 但是它很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在上面 整个树冠上面 每一条上面的枝 它自己都加了一些蓝 互相去拉力 拉回它的重三点 落到树干那里 是 还有它绑在红带 后面 是有几条钢筋 拉到后面的建筑物 其实你拉到这么多条 我们用一个三角形的角力 已经可以支撑到 撑到整棵树的重量 不止三条 所以你看到这棵树 其实来远看 整棵树很绿色 很漂亮 虽然它这么斜 45度 斜过斩了两棵 因为斩了其中一棵 只有11度 另一棵 所谓20度 会斜多了 所以我们在说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政府 你不去拉力 别人肯给地方 让你去借力点 你肯拉 两棵树都站得稳 好 下一张看看 这个我们很适合地 对面是一间书院 一间学校 学校里面有一棵树 患了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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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令到树脚和树筋会腐烂 如果我们不下药的话 其实这棵树不可能存在 因为它吸不到水 站不到稳 它的棵树还可以教支撑架 我们现在看到有个铁架 撑住它 但如果不下药的话 它的根继续煤烂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吸到营养 但这棵树 如果我们做近镜去看 你会看到树干上面 出到果 全部是毛花果 所以你想想 现在这棵树这么漂亮 这么绿色的叶 就是因为我们有做护理 我们真的有处理病重害 我们真的在力学上 你不够力 我为了学生的安全 我整个架 你撑住它 其实这棵树很感谢 前任特首 特别关顾之下 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 帮学校手一起去照顾它 所以你想想 原来我们所有政府部门 不是因为有东西 就自己去做 要是要从上而下 压下去才去做 那你说这两棵树 潘咸道那两棵 港大外面那两棵树 是不是为斩而斩 嗯 没错 我们再看下一张 看多些不同的图片 让大家知道更多 这个呢 这个就是 我咨询的好朋友 是的 那位好朋友 跟你交代的事情 其实跟我不是好朋友 他也交代很清晰 他说过 在中西区议会里面 有些市民是贊成斩树 没错 也有市民不贊成斩树 是的 所以其实在中西区议会 从来没有说过 我支持斩树 他也没有说过 只是说 我们资讯那件事情 觉得很可惜 那你想想 連中西区议会 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声音的时候 你的地震 就是拿着旗 就是说 其实你一开始说了 我去年12月 已经排了旗 向另一个部门说 我要封一条路 去斩这两棵树 其实这些事情是自己做了 你是不需要民间 去任何的声音 或者区议会同意 你已经是直做的了 其实之前也是这样 是否捕菲路也是这样 突然间 他们才知道 那些区议员 都是突然间 你就斩了 所以你想想 政府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很表面的 一些叫做假民主 假咨询 还有是不听意见 还要你看看 摆下来 好像摆到是 是港大 和市民说 为什么这两棵树的问题 是洗濕港大的头 所以我觉得 你那个海报这样写 你出来政府官的时候 你这个说话 是不是又有些问题 不得准确呢 如果说港大都同意 麻烦你真的请港大的人 亦都表态 一起去访 或者沾一份东西 出来看 所以我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你的石牆 都有份报告 找不稳固那份报告 但是市民就在骂 你们说保留保留吧 然后之后下雨 港大有一棵树倒下来 就把小巴砍开两截 如果这样保留 可能也会发生这些事情 市民就是不懂分 市民不懂分 其实我们从头到尾 针对点就是说 政府你的树木管理 为什么这么差 你为什么说是安全 最重要的是它又不安全 你说据的那么多专业前女 又不据呢 其实你说的东西是不可信的 其实政府应该要自我检讨 你如何认顿你的专业 和你的可信性提升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香港不是 我们是回归了祖国 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是与时并进 我们中国政府都会尊重 都要给出一个专业 我们香港为什么 一个小小的醒 在乡后吞 越来越所谓的专业部门 而不专业呢 所以其实你刚才说的那样 我们的矛头是同一 是因为政府所说的说话 都不准确 所以令到大家现在逛街都很害怕 看到棵树都很震 但是其实看清楚 如果政府做好了 树木板 即是做好其中一样的功能 那个功能是什么 就是在社会里面做教育 令到大众子民对树 认识多一点的时候 我们怎么会一开始看到那棵树就害怕 看到那棵树就会塌 看到你站在那里 我就会觉得 糟了 你不知道会不会去杀我 其实不是 是 是 其实如果真是捱树 它应该写出来的标志 让人知道这棵树真的有危险 或者真的要封路 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倒下来的 如果让大家知道 原来大家意识到 这棵树真的有危险 大家有机会说 但现在你突然没有提示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这棵树是几年都有这样的问题 大家不知道 突然三天前通知我说你要斩 其实大家都呆了 所以我们说程序上 没有问题 今年真的做足 但问题是程序上的时间表 因为有没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做好份工 你是想做咨询 你就跟民间团体真的去谈 跟中西区会先说好一点 你不是的 其实你所有东西都安排了 那天是要斩的 那天才要封路 我退遲一两天都不行 为了要斩 因为我程序上已经做了 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沟通 我们看看 接着的图是关于民间 其实也有些计划 或者你说一下这个 当时我们一起拍照 你看到自然而生生的叶 花花出来 其实它也会逼爆墙 其实这个是六月初 我们跟教授和Gloria 走过 由搬陷道 一直走到坚尼地城那边 这个位置也是HKU的位置 你看到那个石墙 只有一棵很少的植物 但旁边没有植物 是有石垃圾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就跟官要斩树那天 他说到树搞到石墙有爆裂 很危险 市民又跟着他这样说 其实石墙根本经过一段时日 它根本就会有裂痕 是很正常的 是天然的 也不一定是对石墙构成 即是结构性或者有什么风险 就算像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要处理这些 就是拔走它 是的 不要让他生长 如果他们叫杂草 如果你来一个公园里面的花圃 都不是你种的东西 那些杂草 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跟原本的植物竟生营养 是的 又生得差了 为什么我们有杂草的东西 又不拔掉它呢 还有其实这棵牆 大家要记住 这个校园里面是过八年历史受保育的 这棵树是80岁 是建完这棵牆之后才跌下去 所以这棵牆其实也有差不多历史 所以其实它的风化也会有问题 还有如果大家真的走过去看这棵牆 它有很多管道 很多电线位是穿进去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拔植物呢 它不会是其他工程那一刻 都会送进去 对不对 问题是作为一个结构上的时候 我们看它有了 你便补回它 它去到什么时候 你是不是一个有客观标准 就是这棵牆才会坏 在力壳上永远都有 为什么我们的树木办总监 既然是一个土木工程师 你不可以在当场里面 用什么去量度 告诉我这棵牆是危险 不稳定呢 那我们下一张看看 这个其实是因为很多民间团体 专业团体 斩移这两棵树 还是有很多声音的 过了整个星期 政府仍然都继续出来说 哎 市民是错的 这两棵树 其实健康根本就有问题 它那个树脚位是有腐烂 不过没有外露 你看不到而已 那我就说 你看不到 你是交出来的树木风险评估表 理论上 如果你是说那个地方有问题 其实你原本就有一个 有要求 那些人是要做深入研究 那树艺丝是要有深入研究 现在在这两棵树里面 没有任何深入研究 没有任何检测过 只得你口口去说那样东西 那什么叫外露 外露出来 斩完后剩出来的树脚 这么实在 你还说它里面有一些 你看不到的东西 那你需要不需要告诉我 国王的新衣 它没有穿衣服 你都说你聪明人才能看到 对不对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在说一些东西 它有没有外露是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 接着你看那两棵树比较差 我说两棵树是行道树 树官比较差 树官比较差 不等于下面 那两棵树的结构不稳定 是两棵树 它不够营养 它也比较差 所以政府说一些东西 是没有什么道理 现在不是跟我拗那棵树 健不健康的问题 我现在拗这两棵树 是不是很稳固 没有即时高倒塌的风险呢 以及结构 那棵矮长 是不是结构不稳定 是不是很高的风险会倒塌呢 好了 下一张再看看照片 好了 这个就是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意见 有不同的看法 有很多团体 下一张再看看 好了 这个又想说些什么呢 这一张就是2015年的时候 搬到斩了几棵树 今年六月投影 是不是更漂亮 你见到它 生出来很健康 很明显 骨筋是没有负难度 是不是 其实政府也是亂斩 如果它可能又会再斩 下斩不了 这件事呢 如果你追回政府 当时管理的政府部门 2013年出了一份报告 就害怕这几棵树 因为古树明拆的树 害怕它太高 吃风吃得太厉害 所以特意 其实是弄了高脚架出来 特意弄了大车下去 帮它做个修剪 帮它做稀疏了树枝树叶 但不用一两年就已经 因为旁边那棵 古树明拆的那棵 妈妈那棵树倒塌 然后把这几棵树弄到有裂缝 然后就斩了 但是斩了裂缝 没有人封 然后幸好这几棵树 就能拆生 但是生出来这么浓密 你有没有留意到 下的照片的左下角 左下角种了什么 是有一棵罗汉虫 有一棵罗汉虫 你见到 好像当局议员也推荐种这种植物 但其实你见到 在那三棵树被斩之后 应该是没有扯那么多营养 但它仍然是生得比较瘦 不长大 其实也证明了 罗汉虫 其实就不太适合 在香港的市区种植 所以我们说什么叫适合树 刚才你问的问题 就是适合的地方 更适合的树 如果有很多石牆 真的要绿化它 其中选择石牆的树 像细叶融 是对的 是对的 当你在马路旁边 那些有大陈 你又不忍耐得到 那些陈埃 那些骚髒的东西 那些树是难生的 也难生得好 所以一棵人特意种下去的树 和一些天然 没有人打你 但是你会看到分别在那里 所以适合的地方 问题就是 如果石牆 我们不想爱种树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其他东西 其实嵌了那个位置 其实它已经不再下种树 但一棵嵌那棵古树名拆的树 它现在下了一些爽藤的植物 用一些爬牆虎 其实也可以用一些霹泥 可以整棵牆做一个绿化 它会绿得很漂亮 所以其实想种树 就是因为它会建出来 对于建筑物后面 那些居民就有一个私隱 因为这些树 和遮得更多的污染物 因为这条很旺的马路 所以种树 或者种植是做绿化 其实是市民的选择 而去做的 如果你说那些地方 可以容许当然是种树 因为它的固淡功能又高些 除除污染物的能力又高些 景观上更漂亮 没有一个像吃一块 因为香港其实很吃市森林 所以感觉上会更加舒服 下一张去看看 这张就是我们关注的那几个绿叶容 你看到上面的垃圾 市民都要爱惜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环境 下面的那张 你见到叶上面有一些白色的粒粒 那些是虫类 其实如果政府看到这些问题 其实它应该是 或者需要去做一些打理或者落药 令到棵树可以健康 不会被害虫来侵蝕 下一张去看看 这个也是薄芙林那边的石墙 其实有很多植物 天然地生了 其实应该拔掉它 定期拔掉它 我们怎样说 当我们说香港这麽特别的一个环境 石墙树里面 被一些植物生了那麽多 它真的会轟霸一些石 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现在人工地 将很多斜坡全部将人工石市地盖 盖到这些这样的 总之掉下去生出来 其实那些根很难生到石墙里面 但如果你说几十年 它已经生到石墙里面 它跟所有石墙围在一起 所以它更加稳固 但这些是因为它本身 只能生在石墙的表面 结果它黏不稳 就很容易 就是打风下雨的时候 它就会倒下来 所以风险就很高 记得科士打树那里 你那里有一棵就倒下来 政府就说那棵是古树名冊里面的树 但如果你看真一点 其实它那棵 一开始追回以前的树 那棵是一棵苗 一棵种子掉下去 在那里生出来 不过它的根沾到古树名冊的树 所以那棵根根本就生不到 在牆里面 所以结果那棵就倒下来 原本那棵的树和石墙 还是很安稳 在牆里生的 所以我们在说 如果我们要预防 香港这么容易的树倒嵙 去到这些不叫树 是苗的那些 立即拔走它 就是了 我们叫清豆腐 每半年里拔一次 清杂草 为何我们的树木管理这么差 但是为了使用上 我们都不清清白粒粒粒粒粒粒粒 垃圾也不够去取走 我们下一張去看看老和 是 科士街石墙 可以看到这些 早就都应该拔走 但现在都长得这么大 如果 为什么 如果不理 是因为风下雨来的时候 跌下來人們就說樹枝倒下來摘傷人 根本與樹枝沒有關係 是分開兩次 下一張就看看 這個就是剛才搬鹹道的落康蟲 一個近看的 比較細破 比較瘦弱 下一張就看看 這個你做了什麼呢?有什麼計劃呢? 關注組出了一張單張 砍了港大那兩棵樹之後 就出了一張單張在區內派 希望大家都認識我們科市街石場樹 有120年的歷史 還有樹對我們的環境和人的好處 因為現在科市街多了很多食肆 有很多油煙出來 如果附近有樹的話 其實對空氣的淨化會好很多 如果居民認識這件事 他們的保育意識就會比較強 當然其實中西區 除了我們守護堅城 關心樹 其實還有一些關注組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業餘樹的愛好者 他們都對樹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組織裡面有些是樹藝師 有些都不是 但他們都會定期去看看區內的大棵樹 的生長情況是怎樣的 下一張就看看 這個就是科市街 你見樹其實長得很大棵 也很大棵 科市街街很特別 因為這是一個堅尼地 整個地鐵站 所以當時一開始這幾棵 已經是古樹名冊裡的樹 所以要到地鐵公司去建設 這時候就加了很多命令 因為第一件事 這是民居裡面的一個地鐵站 又是一個石牆裡面的樹 又在地下裡面又要刮洞 又要整個這樣的地鐵站 所以就著這個 要地下鐵公司 是很關注這幾棵樹 最害怕是什麼 因為下面又崛泥 最害怕大雨下來又沖 那些泥土流失的時候 真的怕牆壞 這些情況 結果在工程上 一度加在牆裡面 加了很多的全錦器 全錦器算什麼呢 就是牆的水份 如果在牆裡面過水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水份通 所以它製造了很多排水系統 所以如果Cherry記得 即使你打風下雨的時候 你看到這棵牆好像薄薄 是的 很厲害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排水系統做得極其好 它不會讓這棵牆 濕透 所以它不會漲到牆裡面 這棵石牆會塌 對 第二件事就是 在樹根裡 為了避免水進去 令它漲到 那塊塊石子 拔鬆 所以製造了一個防水系統 圍著那棵樹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敏感 智慧城市所說的東西 我們要用一些先進的科技 去保育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個應該差不多 是我所知裡面 在香港裡面 第一個 商用裡面 用了我們的傳錦器 然後去保育這幾棵樹 所以現在地鐵公司 已經交出來給政府部門 所以那些東西 仍然保留在這裡 但是我們很幸運地 當年因為地鐵公司 被迫地要保育這棵樹 就想到這些方法去做 所以令到其實 這是一個很好的位置的保育 如果沒有地鐵 如果沒有地鐵 可能已經濕水濕到倒塌 會不會 那我們下一張就看看 好 這是港大的 這是很可惜 就是我們剛剛很可惜 就是港大前面那兩棵 政府的樹 倒塌下來 即是被政府斬 然後不用太久之後 港大裡一聲有個消息 有一棵樹 很高很大的 超過二十米 都倒塌下來 不過就被窄到自己的小巴 沒錯 因為這就是停車場 所以如果我們看看 在這個位置 這是事後 我們去看的時候 連那支燈柱 都被窄得歪歪扯扯扯 地上全部都是玻璃 然後圍欄圍的斜坡 都被窄得歪扯扯 我們只能看事後 一個驗屍的報告 以及望周圍的環境 我們看到什麼呢 不如跟著那張雲燈片 我們這個 其實是在帆布蓋著 所以在帆布拍進去 其實是斷了那條根 是棵樹塌下來 扯斷了那條根 如果大家可以看的時候 你會發覺 在左上方的根 斷了的位置 上面白色了 白色的位置 其實是真菌 就是一個病蟲害 下面的切面上 看到一條黑色的線 在弧形幾條線 其實就是那條真菌 生成了一個特徵 我們稱為一個 白色的腐蝕 那個根 跟剛才我們說的 T2那棵很不同 T2那棵很不同 這是真菌 不需要等到出菇的時候 它自己一直吃 那個樹根 吃到裡面 變成真菌的菌絲 它生的時候 一直生 那種植物就是想保護自己 所以出一些色素出來 想想著 我擋你 誰知是擋不住 變成這樣的形式 所以一看就說 有病蟲害 所以其實這棵樹塌下來 除了帆布 蓋住那個位置 那裡很有真菌 其實在斜坡上面 也有好幾條 是硬硬扯斷的根 所以這棵樹 是其中有一部分的根 被病蟲害吃了 因而它站不穩 很穩的時候 它一塌 塌是因為整棵樹 的樹冠這麼大 它塌下來的力度問題 就扯斷了另外幾條正常的根 我們一看這些情況 我們如果遇到病蟲害 我們最怕的是 它是傳染性 即是我有感冒 我又不戴那個面罩 然後在那裡打噴嚏 結果令我旁邊兩位朋友 都會感冒 因為容易了 因為我的病毒 就會脫空氣散播 讓你們呼吸的時候 吸進去 所以我們當時就看看 旁邊那棵樹 我們試試看旁邊那棵樹 沒錯 旁邊那棵樹 我們去到樹脚位 那兩棵是樹脚位和根部 你有沒有看到底部 有些泥在上面 去到它的根部 白色了 那裡已經看到 其實那個病蟲 已經擴散到旁邊那棵樹 即是怎樣處理 什麼時候處理會更好 譬如你也有做過 現在立刻要處理 現在要立刻去處理 而且那個處理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些真菌 其實已經是現有一些 我們所說的除害者 即是殺真菌劑 你肯去下就行了 所以其實是 如果你找那個人去檢測 檢測得差 他說有枝有葉 那棵樹 走過去 又不會寫下這些資料 然後又沒有人去下藥 很少說的 你下藥是否貴呢 價錢 一定 一定不貴 一枝這樣的藥 你說幾二百元 你可以下40棵樹 下三年都被用得了 那很好 所以其實一枝農藥 整個公園都下了 都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 那些人懶得是不做的 因為你說樹木檢測表 是粗疏的 他做了它 一棵樹健康 就不用寫說要下藥 你要下藥 要下藥的話 為什麼一棵樹叫健康差 要樹藝師來遠看到 看一棵樹 你知不知道有些便宜到 是看一棵樹 就看一棵樹 那就是這樣 所以你要明白 政府如果給一些 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一棵樹 你怎麼看 質量這麼差 就是因為政府做到工程 給了錢出來 不知所謂 要以最便宜 應該要質素 其實是不合理 我覺得那些招牌 是否可以 一問你 大家看都可以 很多人說 找一些所謂叫大專學生 來幫忙 怎樣幫忙 不知道 最多找樹藝師簽名 然後找員工師再簽 可以交功課 大家如果想想一下 我們說兩棵樹的樹木風險評估表 寫成這樣的時候 又串錯字的時候 又有些東西寫錯的時候 是否小學生做的 當然經過 經過 那個政府部門的樹藝師 又遵守了 簽同意 即是大家同意 然後樹木辦裡面的樹藝師 又簽了 總監又簽了 全世界這麼多人 政府部門都簽了 然後都同意 你想想一下 大家是不是很害怕 好 我們下一張看 看看剛才的照片做些什麼 因為教授還有很多 說說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其實 我們在20號那天 因為是民間團體邀請我們去 我們又不是想要為錢 所以我們想做好一件事 我們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那個風向屏表表有問題 我們現在即時的目測 因為短過15分鐘 要看足兩棵樹 我們看完之後就告訴大家 我們看到有風吹 吹到T1是搖的 所以已經很肯定 T1那個搖擺幅度 其實比T2大 T2其實很安穩 風吹過入那條街 是沒有搖動的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T1和T2的分別 我們其實當時跟市民說 T1那個其實一定要加 鞏固 不加鞏固 其實那個危險性是比較高 而T2那個我們就說 因為它S型 其實它的力量下來 未必一定加鞏固 不過那個可以再做一些 深入一些的研究 但是當時我跟政府說 其實現在在坊間裡 是有得賣一些敏感器 傳感器 其實可以量度一棵樹的傾斜 你只需要量度一量 在一個時間裡 它的傾斜的情況是怎樣 這些是客觀數據 以及即時 量度一天兩天 或者五個小時 即是比較的問題 沒錯 我們即可看到T1和T2 它真的搖得很厲害 那個或者是牆壁都可以 其實牆壁不安穩 其實它不安穩就是震 同樣的車子走過 它也會震 所以其實這些傳感器 坊間已經有得賣 不過我當時馬上跟她說 我就告訴她 因為我有做研究 我在中大的時候 當時我們也有一些護術系統 後來我們也跟天文台一起合作 去做這樣的傳感器 所以我們現成其實有幾個 即是色時我用到 大家都知道 有的 因為去年10月的時候 我們在靈炭瘛地 直接做了一個展覽 給別人看到 所以我說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其實不需要錢 即是我立即花一個小時 乘搭車 我回家拿來 立即掛在那裡 然後有客觀的數據 可以討論 所以我們為何要研發這個系統 其實是基於很不幸地 我們中文大學的很沉香 都被人斬 是的 嚇好傷心 有點防盜 而且怕他可以看到哪些人搞 如果一棵樹震 可能會更響 是的 所以我們想著 當時的設計裏 希望做一件事 就不需要我們的保安組 24小時看著棵樹 所以我們想著用這樣的傳感器 掛在棵樹 又可以把資訊給出來 然後去到 即使我們坐在電腦面前 即是保安組坐電腦 我們一定有 所以他們可以坐在那裡 所以是利用一個無線的情況 最後是把訊息發放過去 在保安室裡 我們的保安員可以看到 這些我們香港很多地方可以用 是嗎 是的 全世界都有 有些地方 例如印度他們管的樹林 或者是有 因為印度紙壇很貴 下一個貴價木材 現在是受保護的 但問題是因為紙壇太貴價 所以很多人特別是把一些 很老很粗的樹林 都是斬 非法去運 而香港很不幸地 如果你說紙壇木 紙壇木那些 紅木那些 是差不多第一大出名走私的地方 運 其中一個接收的地方 就是在中國裡面 所以我們香港政府 其實在改革做很多工作 就是在這裡緝私房 這些東西 我們的土尋鄉就令到刺激 我們在學校裡面 就扔了工程學院 一起發展這件事 我們做到什麼事情 我們下一張 好 看看 這一個是告訴你 我們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原來 就不像市面 因為我們先讀書 讀書就說 其實一棵樹的搖擺 應該只是 它是前後和左右 但原來不是一棵樹的搖 因為它是一個細胞 細胞有水分 所以其實它有彈性 所以結果一棵樹的搖擺 是前後左右 是拔前拔後 所以整個立體 我們說三圍裡面 它都有動動的 就不只是一個平面動動的 我們發現這件事 我們看到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們坊間買的敏感器 它做不到一個三圍的檢測 結果我們需要自己研發 自己研發的好處 就是我們很幸運地 有天文台 幫我們教我們的學生去做 我們一個就去做 這件事 所以我們跟天文台一起合作 所以你看到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這麼小 小過10cm 10厘米的一個盒子 我們可以掛在樹腳裏面 然後放進去 它就會給我們一個訊息 這個成本是否高 這個就是我們想做 因為坊間那些 我們當年是一萬元一個 嘩 也不便宜 我說這樣永遠都沒有人去做 除非你說那棵樹 是你特別好喜愛的 政府來說 經常說省錢省錢 都沒有什麼資源看 古樹明書的樹 那你跳去怎麼 一萬元一個呢 所以我們說 自我研發是一定要走的一條路 所以去到一個 其實我們的成本 都超過五百元以下 好啊 所以我們很感謝天文台 就是願意教 因為我們不是經工程學系的學生 去學習 而且每個人都很義工地去學習 所以是很有心 但是其中一個 譬如說很乖 有一個去了廣大讀碩士 有一個去了 我們的英國裏面 拿獎學金去讀博士 那些學生是很有心的 所以我不擔心 中西區是有很多有心人士 有很多 就是能夠找到這些義工一起去做 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再跟著 是 下一張 我們在說 真是我們在中文大學 2015年的時候做了 就是有很多傳感器 裏面可以量度不同的東西 我們掛在我們的崇基校園裏面 五棵不同的土層香 然後我們坐在實驗室裏面 放在電腦接收信號 直接信號走出來 是即時所有數據傳出來 當時我們跟學生說 這個很煩 你叫保安員看你這幅圖 嚇死他 他都不知道做甚麼 我就說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設計 譬如說 有火燒到這棵樹 著火被人燒了這棵樹 火災來了 山林大火 這樣的時候 80度 你就要給一個警號出來 接著學生就很乖 接著嘻嘻嘻嘻 接著嘻嘻 他真的做到這件事 我們有些刺激之下 接著那個敏感器 就會給了一個警號 有一個圖示出來 所以這個系統裏面 是一個很智慧型的管理 是幫助樹液師的 不是說取代樹液師的工作 因為很多時候 他說給一個警號的時候 你也知道電子營氣會不會壞 會 會 會響 會響 對 很多停車場 突然風吹草動 也不是一個賊 他已經響了 所以這些我們叫假的訊號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 真的專業的人走去看 但好處就是 有一個系統的時候 可以做到一個24小時的管理 他只給了一個訊號 接著需要的時候 我們的專職人去看 還有一個客觀數據 因為我們做學術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沒有人做過這些事 究竟你說一棵樹傾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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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多少度 那棵樹叫危樹 如果一棵樹傾斜到10度 接著一棵樹也只不過搖擺這10度 接著它也不會跌下來 因為它的根還很穩定 那你何必去砍一棵樹 教授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 你有沒有一個總結 讓大家知道 香港其實應該訂立什麼樹木政策 或者怎樣做 先介紹你這個設計 其實市民應該都會認識 如果知道你家裡附近的 可能大廈也需要這些東西 其實負擔得起 整個管理處也好 或者對我們也好 那棵樹其實是好的 沒有理由 大家不需要見陸樹 以前小時候教書都要忙 所以其實有什麼樹木政策 適合香港真的實行呢 我想第一件事是愛樹護樹 還有我們希望政府負責任 說真話做到專業 因為我們不可以靠每個人自己去做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我們要推廣的時候 我們要更加知道的道理 明白的道理 不要一開始做一個恐嚇 恐嚇是沒有意義的 反而應該向前走 讓我們香港社會 是一個國際都會走一個好的政策 所以在護樹裡面 我們在說做基本事 現在我們的政府是不基本的 只是恐嚇 只是說危樹、斬樹 我覺得是偏向做政府 是樹木管理 在說令樹木生長健康 給市民一個正確的知識 享受我們這個綠化的好處 接著我們有問題是互相聊天 民間團體當然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中西區或區議會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 Cherry說一下你的機構 讓你的資料關注 讓大家上網找你們 有些人可能是住的區 也好 或者不是住的區 也很興趣想認識的 石牆樹那樣東西 你也可以讓大家知道怎麼做 可以上我們Facebook 大家搜匯堅成 我們除了關心石牆樹 一些保育的東西 我們也關心區內各樣的事務 沒錯 希望大家更多關注 為什麼請教授來呢 真的今天說一下 政策我們也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政策 事情就很混亂 第二就是大家想人和樹共和很重要 令到我們社會更加學識 欣賞大志 本來是和我們共生 我們不能破壞它 今天很感謝你們兩位 下次真的說不完 下次再說多些 讓大家認識 其實你在做什麼 民間可以做什麼 怎樣教 就可以教其他民間 懂得多些專門的知識 大家都好些 多謝你們兩位 來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和聽眾觀眾說再見 拜拜 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 八點到九點 我們下次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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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